好,朋友们,从一开始上来我们说拿第二杯水倒入了第五杯中 这样导致了所有的杯子都是一满一空,一满一空,一满一空,间隔开来,对吧 通过这种思维我们来锻炼一下自己的破产农历 那么接下来呢,是真正的倒水问题了 来,咱们一起看一看我们的例题第二题 在例题第二题之前呢,咱们首先来倒一倒牛奶 说有七个满杯的牛奶,七个半杯的牛奶和七个空杯 那么现在将它平均分给三个人 使得每个人分到同样多的果汁和杯子 不是果汁了,应该是牛奶 对吧 好了,分到同样多的牛奶和杯子,问你应该怎么分 这个题目最终要求有几条 这有两条 一个是杯子每个人得一样多 第二个是牛奶是不是得每个人一样多 那杯子好说,一共有几个杯子 就好好说 七杯 七个半杯,它是不是也是七个杯子 还有七个空杯 所以对于杯子而言,是不是一共有二十一个杯子 对吧,那么每人肯定是七个杯子 是这样了吧 关键是牛奶怎么分 牛奶现在是七个满杯和七个半杯 七个满杯和七个半杯去除以三的话 是不是除不开啊 对不对 那老叔问你,七个满杯是多少个半杯啊 一个满杯是几个半杯啊 两个对吧 那七个满杯呢 哎,十四个对不对 那七个满杯是十四个的话 那再加上这七个半杯 那是不是一共有二十一个半杯啊 对吗 那如果是二十一个半杯的话 那我想问大家 每个人会分多少个半杯牛奶 哎,说得很好 是不是应该每个人都会分七个半杯啊 对吧 这七个半杯牛奶就相当于 三杯 加上什么 是不是就相当于三杯加半杯啊 也就是说 每人要三杯牛奶加半杯牛奶 对吧 那会分了吗 啊,是不是现在有什么都已经分出来了 老师甚至画一画是不是也能画得出来啊 三杯 第一杯 第二杯 第三杯 然后再怎么样 哎,再分一个 是不是半杯啊 可我问题是 现在分了几个杯的这个人 对于小甲而言 分了几个杯子 才分了四个杯子 还得怎么样 还得分 一个 两个 是不是三个空杯啊 通常道理对于小乙而言 是不是也可以这样分啊 哎 满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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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杯 那么这时候是不是他也分三个空杯子啊 哎 那这时候小甲小乙都分完了 对于小饼而言 他怎么分啊 满杯的还有没有 还有 还有什么 满杯的是不是还有一个 因为一共七个满杯的 那么接下来 半杯的还有几个 哎 五个对吧 因为半杯的已经分下去了 两个了 那这样的话来数一数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半杯 那他还就怎么样 哎 是不是还有一点小空杯啊 来看一看空杯对不对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空杯是七个 半杯也是七个 满杯是不是也是七个 现在每个人分的是不是都一样了 那么在这里我们只用到了一点 哪一点啊 也就是说当你这个七个满杯和七个半杯分三个人的时候不好分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把整杯的分成两个半杯啊 是这样了吧 那这样的话半杯是不是就二十一个半杯了 哎 那这样答案是不是就出来了 好了 那么这个题答案出来了 那么我们就不再说了啊 详细的这个就不说了 老同学们可以看看老师分的 甲一饼这三个人各自有几杯 好吗 好 那说完这个了 那言归正传 咱得回到正题上来啊 那么立题第二题 这个是真的有难度了 啊 如何用一个九升的和一个四升的来凑六升的 哎 自己先看一看 好 看完了吗 看完了 我们回头来看一看我们的立题第二题啊 跑跑去河边打水 它有两个桶 大桶农庄九升水 小桶农庄四升水 想要恰好从河上打上六升水带回去 它应该怎么办 有什么 有九和四 要凑谁啊 要凑 哎 是不是要凑六啊 老师问第一个问题 你说他打出来这六升水 如果让他带回去的话 他应该放在哪个桶里啊 嗯 只能放在 是不是只能放在九升的桶里啊 对吧 只能放在九升的桶里 那九升桶里放六升水的话 那说明了 哎 是不是说明了 他倒出来了三升水啊 对吧 你想倒出来三升水 那我们现在有的是四升的桶和九升桶 如何到三升呢 嗯 自己思考一下 哎 也想到了啊 说我们现在有的是九和四啊 对吧 想凑一个六 想凑一个六的话 对于这个六而言只能放在九里边 那放在九里边的话 那是不是得倒出去三 对吧 那如何出来个三呢 哎 这个四 这个九 如何出来个三呢 我们想 对于九而言 九减去一个四 再减去一个四 剩几啊 是不是剩一啊 而一跟四之间是不是差的就是三 对吧 哎 自己按照三行 自己思考思考啊 像操作问题呢 还是通过同学们自己的努力 获得才是更好的 一定要认真的思考啊 按住暂停 因为不然的话 一会儿就会听到 嗯 太直接的答案 好了吗 有没有同学想出来了 如果你想出来了 你想到哪了 哎 这问题出在哪 这问题是不是就出在那个三上 我要努力的是不是凑一个三 对吧 哪里有三 哎 你同学已经看此了 是不是我用四减一 就可以出来一个三 是这样的吧 啊 当四减一的时候 这个三如何去用呢 啊 前往这看 朋友们来想一下啊 我们一开始 有一个九升的大桶 对吧 我想在九升的桶里去流下六升的水 哎 水是无限的可以来回到 那么接下来我就想 我要刨出去一个三 那如何刨出去一个三呢 四减一是三 所以最好的方法是不是就在四升的桶里留下一升 然后九升的桶里往一倒的时候 如果四升桶倒满了 那么九升桶里是不是就倒出去三升啊 来一起看个图啊 现在我将这个大桶装满 装满了是不是有九升啊 那大家来看我的第一步 能看明白吗 第一步就是将 哎 大桶往小桶里倒 倒完了之后大桶来上几啊 哎 送对吧 那么接下来呢 咱把这个小桶 哎 倒掉 倒掉之后 那么这时候是不是它是五啊 它是零啊 对吧 再倒一次 那再倒一次的话 你看 现在当你倒完了之后 这个是四 这个是不是被倒掉了四啊 那是不是只成一了 对吧 那好了 一有了 一旦一有了 那离着我们的三 是不是就不远了 有多远 哎 是不是就差这么一步 它里边是一就行了 对吧 我们把这个四倒掉 然后把这个一倒过来 那这样的话 是不是就说明了 这个地方是一 而这个地方是零啊 对吧 哎 别是零啊 怎么样 把它变成九啊 再把它装满 是不是就行了 当你把它装满的时候 由于你这个地方是九 你这个地方是一 那这个地方空出来的是几啊 哎 空出来的是不是就三声啊 你空出来三声 我往外倒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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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水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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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水升到这儿的时候 我往外倒出来去 倒出去多少 哎 倒出去多少 是不是我就往外倒出去了三 一旦倒出去三 那大桶里留下的是不是就是溜了 对吧 好了 刚才那个过程听明白了没有 如果没听明白 回放一下 那么这就是咱们倒水过程中的一些方法和技巧 其实说白了 我也没有用什么太大的方法和技巧 咱们用的是什么 用的是不是就是九和四 以及九和四的差值 是不是就用这个差值了 对吧 好 同学们总结我们倒水问题两句话啊 倒水问题第一个就是不仅要用到杯子本身的容量 这个九和四 是不是第二个也要用到杯子之间的差值容量 哎 倒水问题有一个关键的啊 水 无限多 因为我们是在河边啊 水倒掉了 是不是还可以再接着从河里再盛出来 是这样的吧 好 记住啊 水是无限多的 好了 亲爱的同学们 那么离奇第二期呢 咱们就先讲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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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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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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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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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